好,我們來繼續講解Apple Loops 好,一樣點開這個視窗 然後,各位都知道我們可以用滑鼠去 點一下就播放,再點一次就停止 然後你會看到每一個loop有兩大類型 一個是綠色的,一個是藍色的 綠色的話代表就是它是一個MIDI區塊 然後掛上一個軟體音源 所以你等一下拖進去的時候 就會變成是軟體樂器軌 然後藍色的話,基本上它就會把它當作是Audio File處理 然後這兩種類型的loop都會隨著 依據你的project的速度做改變 但是還有一個 有一個梗在這邊就是說 基本上每個loop它都會有一個預設值的原始速度 然後譬如說我現在的速度是120 這個project的速度是120 如果我今天找到一個速度 譬如說這個好了 Jesse Drum Set 當你在播放的時候 它會依照你的project的速度播放 而不會依照原始速度播放 可是當你拖進去的時候 你會遇到一件事 Logic會跳出一個對話框問你說 你要不要 import這個loop原始的速度 如果我今天按 import的話 它就會把整個project的速度變成152 所以這個時候有時候這個狀況就會變成是說 你可能一開始在做音樂的時候 就是以那個Apple Loops為基礎 去打 然後所以你可以去試試看 選擇一下我的loop是要多少 然後這時候如果我 import的話 你就會聽到它最原始的速度152 然後在這邊點 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在這邊更改速度 它還是會自動跟著我們的project的速度去做更改 所以它非常方便 好你會發現我們剛剛拉進來的是藍色 所以它是一個Audio的 你會看到它的波形嗎 你會看到它聲音的波形 那如果我們現在拉一個綠色的 好 等一下喔 縮小 有沒有 它也是會依照我們這個project預設的速度去做 調整130 然後你會發現第一個 等一下喔 第一個點開 它是AudioFile的編輯方式 第二個點開 它是PianoRAW的 有沒有 MIDI Note 你可以隨意更改你的MIDI 裡面的音符 甚至調整更進階的參數 像我之前提到的 OK 這就是基本上一個Apple Loops的使用方法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去做剪接 甚至就是譬如說我複製 好複製 複製 複製 可以譬如說全選 有沒有 然後Audio區塊 這個 我也可以做 剪開的動作 有沒有 非常的方便 然後還可以任意的去更改你要的 依照你的需求去更改 調整你的音樂的型態 OK 這就是很簡單的Apple Loops使用方法 因為你只要從分類找到你要的 然後挑到一個你喜歡的loop 把它拉進來到你的主要的編輯視窗 它就會自動產生一個新的軌 然後是對應到不管是Audio Track 或者是軟體樂器軌 OK 這就是Apple Loop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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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